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1日投票决定 203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在澳洲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举行 这已让澳洲成为三度举办奥运的国家 包括1956年墨尔本、2000年雪梨 接下来将由布里斯本扛起2032年夏季奥运会 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周二对苏玛利亚发动空袭 以打击纪念新盖达组织的武装组织青年党 这已是拜登上任半年来首次对苏玛利亚的军事行动 缅甸的中共病毒疫情自7月起快速升温 但受政变影响、在医疗能量不足 医护人员志愿加入民间团体协助治疗病患 但军方未装成病人求诊 19日逮捕五名志愿医生后留大批医疗物资 从去年开始 中共已持续封杀澳洲的多项商品进口 及增加天价关税、返薪销税 其中包含龙虾、葡萄酒 然而香港不受此关税限制的因素 去日前被爆澳洲龙虾大量进口香港后 外媒再爆澳洲葡萄酒大量出口至香港 过去一年 澳洲出口至香港葡萄酒猛增111% 达到1.87亿澳元 新唐雅飞电视总理报道